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如何開啟電視牆 還有如何的更換電視牆的圖片 首先我們當然要知道什麼是電視牆 我們在左上方可以看到進入後台管理 那我們點進到後台管理 我們要選擇天心小幫手下面的編排欄位 好 編排欄位就在這邊 發現都找到了吧 我們按進入編排欄位 我們可以看到電視牆 但電視牆當然可以依你自己選擇開啟 你不開啟 那假如我們今天要開啟 我們開啟了它 那它並沒有圖片 我們要按設定來新增圖片 它會問你說 您電了電視自己日子製作動態服務 那還有特效上傳全部預覽儲存的效果 好 那我們今天選擇上傳 一樣它會問你說 你是要從Suite相簿上傳 還是從我的電腦上傳 那Suite如果你要從Suite相簿上傳的話 你就必須是公開相簿 不然無法上傳 好 那我們從我的電腦上傳 好 我們現在都擺上去了 我們要按下底下的上傳按鈕 你可以看到 它會有出現三張的圖片 那這三張的圖片 你可以自由的編輯增加特效 好 那我們按第一張編輯 它可以隨便的移動位置 那它下面也有一排 我們看到它會有背景色、放大、縮小、左轉、右轉等功能 好 那我們現在都用好了之後 我們要按上儲存 按到儲存 按到儲存 它會問你確定儲存嗎 我們就選 確定 好 儲存成功了 我們一樣 要按下底部的確定送出 再回到瀏覽日誌 欸 你看 它這個地方 就有跑出來了 以上是經驗的介紹 謝謝